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江小晴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报 我们先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在今天爆出来说 所谓给马英九总统的两亿现金 人家已经否认了 怎么讲到最后12个人吃饭 又说交钱交到了 B5地下停车场5楼 现在直接点名是远气 真的还假的 另一方面还要来告诉大家 这下子是真的 柯文哲挥刀向财团 他说富邦文创 还有日盛生的美和 全部都要重谈 真的是大震撼 但是我们要讲 这个真够屌啊 你真的敢这样子做 而且柯文哲讲什么 他说你全部合法 但是全部都不合理啊 而且呢社会的观感不好啊 这样子讲 其实有些大老板觉得很生气 等一下我们大会报告 也要帮富邦来说一下 他说呢 我其实都有付所谓的回馈金啊 你们怎么这样讲我呢 你可以看到 现在呢两个要重谈的 一个是日盛生 一个是富邦 来讲到松烟文创的这个部分 这下子可就伤脑筋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们来看到争议十足的话题 就是两亿现金交钱大楼的曝光 虽然说名嘴讲的是远气 但是我们发现另外还有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跟马英九总统 还有康炳镇也非常的密切 也是地上二十楼以上 地下五层的 那到底在哪里呢 可是呢按照这个名嘴张有话的说法说 他说呢是在远气的地下五楼 而且他说呢 车号他不记得是七号还是八号 讲到这么精准了 我们今天重回现场 结果我们发现呢 这个数字好像不是个位数 数字是三位数的 到底怎么回事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 现在大家都说得了一股柯文哲病 或者是柯文哲症 但是台中没有柯文哲吗 为什么这样子讲 因为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新闻 警察去取缔 取缔什么呢 取缔说你违规病牌 等等等等的问题 结果没想到被议员叫去骂 当然这个议员呢 他们说平常是babyface 是议员世家很年轻 台中市议员江照国 他当过呢林嘉隆的这个文宣副主任 他的老婆呢 可以说是蔡英文的随护 熟 对不对 我就说熟 如果你可以这样子 你可以这样子呛远景吗 那他就说我并没有呛你啊 结果今天两个人就握手给大家看 而且他不断的对这个代理所长说 我没有呛你对不对 我没有呛你对不对 你这样说不说好 结果这个所长真的 把名倒灰啊 这个哑巴吃黄连啊 他本来是在这个地方 公益派出所的代所长 结果握完手之后 没多久 不到几分钟就说 哎呀 我让你正式当所长 我把你去调离了 我是说可以这样子搞吗 我真的要问一件事情啊 林嘉隆 你不想像柯文哲一样 受到大家的喜爱吗 取地违规停车 等于影响摊贩做生意 拜托 今天当然大家会想说 哎呦 我跟你说 在地方上中南部 都这样 大家在做生意的时候 你车子并排 很正常啊 但是今天 如果说有个远景 很认真的去开单的话 你可以这样子讲他吗 你可以这样子觉得说 你不对吗 那你要不然你就修改一下中华民国的法律 并排停车无罪 否则的话 那不就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吗 那你跟柯文哲能学到哪里吗 我就要讲的是 议员你了不起哦 所以我们在今天呢 我们看到议员出来 他并没有道歉 我们呼吁呢 在今天江赵国议员 你必须要向警方来道歉 警方呢 这个带所长就说 啊我让你去当正式的所长 把你调离 调到什么中山派出所 好像在大坑这个地方 你说这是生还是将 但问题是 只因为你得罪了议员吗 这是我们要台湾的一个普世价值吗 我们不希望民进党执政了 还有这样一个情形 我讲有一个不一样 这个事情当中 蔡英文的回应 还有林家阳的回应 令年代晚报有些失望 今天我们又想到说 没什么啦 因为柯文哲 他不是民进党的嘛 他没包袱嘛 他没这个什么 没有这个行李嘛 没有背在背上的十字架 哦果然是这样哦 真的是这样子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那对于民进党来讲 可真的是要汗颜了 不是吗 我们来看到在今天的新闻当中 大家就说 大巨蛋的这个部分 大巨蛋扯到黑幕 很多名嘴 今天直接咬向了马英九总统 马英九总统 今天在参加这个 一二三自由日 大家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 哪一样 我在念国中高中的时候 一二三自由日 对我们来讲好重要 而且那个古正刚 古正刚先生 因为他就是最主要代表 他现在过世了 他那时候就说 我们中华民国 一二三自由日 我们全国同胞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 他好像是跟这个 金国先生 还有这个我们的 这个蒋中正蒋公 好像都浙江的 所以他那个腔调就是这样 我印象好深刻 今天好像记得的 只有马总统 可是大家记得的不是这个 大家是说你自由是很重要 不自由无宁死 但是为了自由 不能够正义要抛啊 你看看这个大巨蛋的部分 本来就是一个圆的巨蛋 有人说我也觉得很奇怪 这个大巨蛋怎么中间凹下去 像马桶 今天终于有人讲话 原始设计不是这样子 但是在马市长阵内 怎么改了呢 旁边本来有很多地方 东道给出来 你在这里加了商场 你又加了文化园区 你又加了办公大楼 你又加了旅馆 糟糕了四面为伏 只剩下一条路从地道出来 当人者归 我们要看看原始的是这样子 等一下内幕要告诉您的 那个时候呢 这个王永庆的前女婿 刘培森离开 而且觉得远雄可以继续得标 真的是太神奇 但是我们要看看这当中的内幕 那个时候马英九市长 为什么让他继续来得标 那个时候的财政局长是李树德 在今天这个时候 他们都应该要来做表态 好 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新闻重点 您可以看到今天的新闻重点当中 那么我们当然要看到 今天的新闻重点讲到的是什么呢 讲到了一方面就是呢 在远气地下五楼交钱 真的是这样子吗 而另一方面呢 我们要看的就是 名嘴报说 有真的金浦聪 跟康炳正为了钱的问题 而有争吵的状况 还是说呢 我们讲到了美和松烟的文创 全部都要重谈 到底怎么回事呢 好 讲到这个呢 我们就来看看旁边这个标题 旁边这个标题呢 就要来告诉您 真的是这样子吗 之前呢 我们知道这个陈敏凤 一直在讲 有12个科技人士 他们一共捐了2亿 给马英九总统 总统府否认了 声明也否认了 可是为什么这个消息没有停止 而且说 吃饭的地方也知道 交钱的地方 今天就说在远气饭店 有可能这样子吗 那么我们先来告诉大家 这个事件到底怎么样 这个事件呢 您可以看到 整个还原起来呢 就是在这里面 有一位吴清源先生 吴清源在今天也被约谈了 来我们请摄影大哥看这一块 吴清源呢 他是前大众电信的董事长 据说是他在主导 但是今天有名嘴说 才不是 他的背后 事实上真正的主导 是一个前格魁 前行政院长是谁呢 很多人就说是刘兆玄吗 因为刘兆玄是交通帮吗 现在不确定 但是你可以看到吴清源 他跟他的太太 太太是李端端 李端端是资深的民进党员 比较新潮流系 比较清静 是凯校的学员 那么到底李端端跟这个 所谓的这个相关的 康炳正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他曾经担任台北市 补教协会的理事长 所以跟康炳正是认识的 这个是李端端 那么现在扯到康炳正 康炳正意在大家说 吴清源他们吃完饭 在这里面 来你看看 这里吃完饭以后 有宣明志 有林文博 有邱罗霍 还有江长安 高次宣等人 吃完饭以后呢 不知道是不是在新竹吃饭 然后钱呢 就运到了台北的某一个 所谓的地下五楼的停车场当中 那么今天呢 当然名嘴说 这个是远汽 可是呢 另一方面也有人讲 台北市来说 地下停车场有到B5的 也并不只是远汽 而且我说真的 远汽一二三楼 都是他是常客嘛 他就是住户 就是你不能停 一般人我们都从B4 B4开始停 对不对 你在B5交两亿现金 立马帮帮忙 有时候车位不够 我也停到B5去 我也有停过啊 我都喜欢跟同学 我们的高中同学 喜欢约在那个什么 一楼的拉比 或者是到三十几楼 什么马可波罗的地方 可以看夜景 大家聊天 那是很久以前 现在大家没这个空了 我怎么讲到哪去 我讲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可能在那边交钱 我觉得很奇怪 但是还有个地方 这是另外一个了解 我不知道呢 张有话 名嘴是不是同意啊 就是呢 其实跟他们比较有关系的 就是呢 在这当中的 新台湾人基金会的大楼 我们知道马英九总统 有成立两个基金会 一个是敦安基金会 一个是新台湾人基金会 新台湾基金会呢 在象山的附近 它的外号 我们不要讲那个大楼名字 叫叉叉世贸大楼嘛 地上二十二层 地下五层 Bingo也是一样啊 地下五层 我觉得这里比较安全吧 这里也没有闲杂人等 也没有贵妇 所以呢 所谓车子相对这样子运钱 壳比较有可能 可是呢 你看看张有华讲的是远气 而且他博斥外传说 车屁股对屁股 他说是呈一个L型 好 但不论如何 有人就说 这是同一件事吗 还是全部是瞎掰 还是远气有一滑 另外一个地方 也有一滑呢 所以你来看到 康炳正这个部分 真的一再的被传 对于十二个人 捐两亿都有否认 康炳正也说 这一切都是乱讲 根本没有这个事情 可是他本身又是 新台湾人基金会的董事 这个就是他的办公大楼 他说未曾听闻 也没有经手两亿政治现金 也没有跟企业聚餐泡汤 全部都没有 可是你可以看到 马云九总统今天怎么样 今天有人说 他从媒体消失了吗 从政坛消失了吗 那连欧巴马都说 我仍然是领导这个国家 可是马云九怎么这么的低调 今天有参加一个 就是呢 一二三自由日的 这个国际的这个活动 但是我们要讲的一件事 就是有名嘴在讲 说好像呢 为了这个政治现金的部分 金普聪还跟康炳正 有多次的这个争吵 这个是谁讲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到 张有化讲的 但是这个都需要经过查证 但是我们今天来看看 今天整个的基调 很多事情都会烧到 马云九身上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密约 我们讲的密约 包括了美和事 包括了就是呢 这个大巨蛋的部分 合约修改 他在当市长的时候 他面对了 一个是密道 什么是密道 在消失的某一个大楼当中的 地下五楼 B5的这个地方 还有密件 就是你在这里 有权啊 有信件啊 这些问题 大家都很好奇 好 我们来看看 这里面讲到说 车子的屁股 对屁股不是 是L型相对 这样拿东西比较好拿 而且说七号八号 但是我们记者去看说 好像不是七号八号 是一百八十七 一百八十八 可是后来又说 不是哦 好像另外有个位置 叫一百九十八 一百九十七 我跟你说 到底是怎样 我跟你说 远气停车场就是有一个问题 它的柱子在那里有条 你知道 你在那边停很难停 但是对于有人要做什么东西 也许这样子 拿东西会比较方便 我是不知道 这一切又因为远气的老板 就是这个徐旭东董事长 对不对 徐旭东董事长呢 也是过去说人设的 那么当然又说跟刘兆玄啊 也是人设的 有这么一个关联吗 啊不过很多事情嘛 不能这样子瞎掰啊 我是说不要告我 这是张友华说的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啊 怎么可能说 他爆料说金浦冲跟人家口角 金浦冲的EQ不是还不错吗 好 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 你可以看到这个现场 这个就是在远气的地下停车场 我们请导播给我们一个roll day 今天也在节目当中 就是张友华出来讲 你不怕金浦冲告你吗 你不怕康炳正告你吗 呃真的很奇怪 真的在远气吗 我们为您还原现场 泡完汤了以后就开着车 开着车就到一个姓徐的 五星级饭店 在东华南路上的 讲得够不够清楚 就是地下五楼 名嘴电视上再爆料 马总统2009年 收受科技业大亨 两亿政治现金 交钱的地点跟着曝光 两部车分两头进去 他跟我讲的时候 是第七格第八格 这样子进去以后 那个第七格第八格那边 刚刚好有一根柱子 他还转过去 重回到停车场地下 五楼一进场就可以看到根柱子 而旁边就有一个L星的停车位 分别是编号197跟198 民嘴指正利利还点名当时坐在车上的两个人 吴清源旁边还有一个人 那康炳正旁边是没有人的 讲得清不清楚 讲得清不清楚 非常清楚就把钱推过去了 曾经担任过隔魁的人 是见证双方交钱的程序 再点名总统府办公室主任康炳正 就是收钱的白手套 只是全台湾饭店这么多 为何要选在这里 车子上的GPS全部关掉 然后第三个为什么到地下五楼 就是GPS追踪不到 来到民嘴正有号爆料的饭店 可以看到来到地下三楼 GPS扫行系统已经完全没有讯号 民嘴说整个交钱计划非常缜密 但康炳正透过总统府发出声明稿 强调他绝对没有如民嘴所言 和企业家聚餐泡汤收钱 两亿元政治现金是以车对车的方式 交钱的情节更属荒谬 不过特征组为了离情案件 继之前传唤薛明志作证之后 23号上午持续约谈 被民嘴点名的大众电信创办人 吴清元以及联电前副总张从德 都一一现身特征组 安心像滚雪球般越扯越多人 记者综合报道 而讲到这里真的是好巧 每次总统府的新闻搞进来 都是刚好我们在播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讲总统府真的要告了 刚刚最新的新闻稿 就是针对陈敏凤女志 讲到了12个人捐两亿的这个部分 还有段仪康所谓的 有人捐马总统一亿的部分 都要委托律师对两个人提出告诉 另一方面就是一再被影射的 总统办公室主任康炳正 也要委任御师 对相关人士提出告诉 而且要寻法律途径 来捍卫整个民遇 他最后讲说 你这样助长这种恶劣行径 对社会风气败坏 不应该这样子 而且下个礼拜就要向法院递撞 因为今天礼拜五了 下礼拜就要来告 告谁呢 告陈敏凤跟段仪康 好那么我们再讲到这个 大家就说 其实捍卫民意很重要 追求真相也很重要 年代晚报是觉得说 很多事情 大家不要听到一个风 就说一个影 但是呢 很多事情是白纸黑字 年代晚报相信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你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 你把纸张给削掉 就能够削掉的 你有很多的电脑是存在 这个database当中 或者是hardy当中 到时候怎么样都可以还原的 不是事情只有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 还有呢 另外一个人一定会知道 隔墙有耳 那我们现在来讲到这个事情 除了马总统的这个 现金问题之外 今天大家就要看的 柯文哲今天最新的民调出来 我吓了一大跳 在T台的民调或中国时报的民调 我们知道中国时报 他有些媒体 我不敢讲哪个媒体比较青蓝 大家就讲说 这不是自由时报 不是什么有的 我就说这问题就是说 大家说这个蓝营的人士的当中 结果给了柯文哲的支持度到70% 将近是70%的支持 所以我们会讲说 哇他怎么这么厉害 他不是一天到晚 大家又有这个状况 又有那个状况 可是你知道大家等待的就是 我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我这个所谓的弊案 或者疑云荼毒到鬼巴头会 我现在终于有人出来 要帮我们清扫一下 但是我们也不要伤及无辜 那今天大家很瞩目的就是 这四个财团 柯文哲说做就做 现在已经有成立专案小组 而且各自有召集人 一公你自己看着办 这里面 昨天他在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 他说除了大巨蛋重谈 包括了美和市 日深深美和市 包括了富邦的松烟文创 全部都重启谈判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讲说 怎么会这样子当时讲好的可以改吗 他为什么觉得可不可以改 因为他讲这一切东西 他说很多东西 其实你都是合法 可是你不合理 为什么不合理呢 你看看今天柯文哲怎么讲 来请遵命 他说我不是清算前朝 社会观感合理不合理 以前都合法不合理 以前都是盖着 大家没有压力 现在如果open打开 大家就有压力 财团你自己看着办 那主持人就问他说 财团不注意社会观感怎么办 他说没有脸皮这么厚的啦 他就这样讲 那所以他就直接点名 日深深的美和市 富邦的松山文创 是重启谈判 他说要心力的方向去做 也就是他一再强调 我会给你利润 但是我不是给你暴力 一切都要合理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日深深的这个部分 他就说有膠头去想嘛 就怪怪的嘛 你一趴的土地 怎么会吃九十九趴 这怎么算的呢 就怪怪对不对 他说呢 郝龙斌要追讨七十六亿 他没有还不止七十六亿 应该是九十亿呢 好 这在日深深的部分 而在富邦文创的部分呢 他讲的这个部分 其实他最早在一月十三号 其实四个老板当中 第一个见的啊 就是蔡明忠董事长 他说你要应付的 不是我是台湾的舆论 那他就昨天又讲说 蔡明忠一两个礼拜 应该会想通吧 但是什么叫做想通呢 谈好的部分你怎么改呢 结果今天有人加把来爆料 有两个台北市议员 一个是李庆元 李庆元就说 诶 柯文哲你不公平哦 你对郭董比较严格 你对这个蔡明忠放水 有吗 其实这两个都是文创 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说台北的秋叶园 这个是郭董的三创 对不对 那松山文创呢 这个是富邦的松山文创 以权力经来说 台北秋叶园 是九十九年到一百零二年 四期付十亿 松山文创呢 是十五点六亿 五十年付完 前五年付一点三亿 台北市政府回馈五千多万 所以台北市政府 实收是七千多万 所以呢 李庆元说 是不是松山文创 比较优货呢 我不知道他讲的 然后另外呢 再来看到租金的部分 往下看哈 租金这个部分呢 公告地价的三% 是台北的秋叶园 然后呢 这边松山文创 是公告地价的零点五% 如果赚十亿 给台北市五百万 富邦金赚三成等于三亿 是不是比较优贵 这个也是李庆元讲的 那我们看到台大 城乡所教授下注酒说 文创不是全部吃喝啦 杨石秋也说 你这个拿的这个 租金过低是不合理 但是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看看富邦怎么讲 富邦觉得说 我没有违法 他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文 等一下我们会大会报告 我现在先给他 大会报告一次 就是说 他讲说 我没有违反啊 你说我大哥大 怎么会进驻到里面 这是你们自己 经济部通过的法令 说的也没错 他没有违法 然后呢 对于这个所谓的 整个克文哲说 要重新谈判 到目前为止 富邦还没有最新的回应 但是呢 他1月16号有说了 他发声明 来我们请专命一点 把它拍大一点好不好 他说 他去年已经付了 3.7亿的权利金 台湾大哥大的租金 是一平1800块 没有想折扣 文创产业是按文化部的公告 他根本没有违法 这是他说的 但是我们再来看到呢 就是很奇特的 这里面又是谁讲 这个人呢 又是杨石秋说的 杨石秋说 你这个案子通过补贴 有没有门神 99年12月28号 富邦申请松烟文化园区的 BOT补贴案 5177万元 土地租金补贴3000多万 融资利息补贴2000多万 加劳工职讯 补贴最上限是80万13天 结果他这个通过以后呢 没多久 13天之后 他就废止 台北市奖励民间投资自治的 这个条例 所以大家就说 这个很奇特 然后再来看到呢 这个是谁 这个呢 4亿租金的部分 我们说呢 就是这次的松山文创的部分 4亿租金呢 台北市政府收4000万 台阁大的总部在此 算文创吗 天哪 这是什么烂合约 哎 拜托不要再写东西给我 不是我讲的哦 这个是柯文哲讲的哦 你要告告他哦 柯文哲说 台阁大总部在此 算文创吗 天哪 这是什么烂合约 但是 你看看这旁边还有商办大楼 商场啊 B2B 道三楼是松烟的成品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 再拉上来 我们再往上看 我们还是要让台阁大讲啊 租金我没有想折扣 这里面为什么含 大哥大这个产业 是你文化部公告啊 那可能柯文哲就是觉得很奇怪而已 但是这是文化部通过的啊 也不甘富邦的事啊 对不对 是文化部要这样子嘛 好 那我们再讲到这里 又有人爆料了 就说你旁边这条路怎么多了一条 多了一条路叫什么 多了一条呢 这个路是不是要来开这个路 帮让文创能够好做 或者大巨蛋能够过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叫烟场路 但是话说回来也不能这样讲而已 烟场路开了 你看你这里有大巨蛋 你有松山文创 有这些文创园区 你当然路要修海 这个我倒觉得不一定是为谁为谁啦 讲到这个我们再来说 那这个日盛生的部分呢 到底是如何 日盛生现在的问题呢 连开网啊 旗下有11个公办开发案 全部都要查 那这整个都要查的话 当然是相当受到瞩目 但是另一方面 再来看到郭董的部分 今天柯文哲说 我跟你讲啊 郭台铭啊 他约了时间见面 但是三创的业主是他儿子郭守正嘛 那郭台铭是郭守正的爸爸嘛 父亲关心则乱啦 以后我干脆直接找他儿子 郭守正来谈好了 哇这句话 父亲关心则乱 也真的是既所谓 一个赵腾雄底 十个夜市文一样 又成为今天的标点 好我们就来看看 父关心则乱吗 今天对于这个事情 他怎么讲的 以后他不找郭董 他找郭董的儿子 郭守正 夜主应该算是郭守正啦 那郭台铭是他爸爸嘛 大概父亲 关心则乱 关于这个三创园区怎么用 等我们想好以后 会再跟郭守正直接谈 柯文哲说的整串 就是指日盛生 在台北市的BOT案 向美和市除了要重启谈判 追讨金额现在也要增加 从原本的76亿变成90亿 对于金额追加 日盛生表示 一切依照司法程序 目前日盛生在台北市的案子 连开案包括美和市 金站BOT 南港机场 以及大桥国小案 北市府的标案 则有敦南派出所递上全案 完工的和未完工的 加起来总共有七个 特地规划专案小组 因为被盯上的可不止日盛生 包括富邦的松山烟场案 也要重启谈判 毕竟打铁要趁热 既然要查弊案 干脆一次通通查个清楚 记者台北众部导 好 另外我们现在就进到 今天的重头戏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我一直就在看那个大巨蛋 大巨蛋它那个 我这样讲会不会触它眉头 我一直觉得很像 好 我讲了好不好 就是很像那个桃园 这次的那个叫什么 保龄球馆不是出事吗 然后你空拍鸟看的时候 它不是这样子一个 好像真坏的蛋糕 这样凹下去对不对 然后我过来 我就看说大巨蛋的时候 我想说 妈呀 怎么大巨蛋也是这样 我忍不住讲 实在有点丑 但是我朋友就说 没有啦 还不错啦 其实你知道吗 原来今天我才知道 它应该蛋是圆的 结果它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 它就变凹下去 我不知道这样凹下去 这是蛋吗 这是蛋吗 这是一个什么蛋 我觉得真的很奇怪 今天我们要来什么 我们要来报大巨蛋 有变更合约的这个黑幕 当时的这个黑幕 其实我在跑新闻的时候都听过 可是那个时候 马英九是万人迷 没有人要批评它 因为觉得说马英九应该不会有问题 那应该是之前的刘培生设计的怎么样 远雄形象也这么好 每次广告都这样 掌灯街菜西洋洋 对不对 我们当时连我当主播当记者 我都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可是现在回起来一想想说 哇这个可能很奇怪 为什么这样讲 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 2006年6月的时候 本来它是设计好是一个蛋 没有错 旁边是空空的 就它更改 不但是变更了协力厂商 把那个刘培生踢走之外 也变更了设计 为什么原来的日商要退出 他们就觉得说 我这是一个设计 你也知道日本人嘛 你哄人就是很很鸣的 我设计是一个巨蛋 你怎么又给我弄商场 用来弄去 根本不行啊 所以他们就退出 退出 你看他原来的这个出口有这么多 然后你看这样的一个修改之后 竟然被商场打住 这里都不能出来 这里也不能出来 整个的动线只剩下这里 然后第二个爆料是说 这个议约的时候也被删除 如果说这个合约当中是讲什么 如果说你大巨蛋的亏损 亏损的话 你旁边这个商业设施 你suppose就要补充 也许当时是这个原因 就让他说好吧 你就盖一些饭店 无微不微在旁边 可是没想到他后来2006年 就把这个合约给删了 也就是说以后大巨蛋陪产了 旁边的饭店 商场照转的话 都不会有问题 所以我就在讲说 这个事情怎么可以这样子干呢 然后你看 我们回想到2006年 签约的前一年当中 2005年的时候 为什么远雄变更了协力厂商 远雄的赵腾雄说 找大巨蛋原来的协力厂商 除非把我给毙了 有这么严重吗 他当时登报又开记者会 原来是刘培森的团队 他是王永庆的前女婿 现在变成一个叫HOK的团队 但是这个问题有没有人发现 有 有人发现 大巨蛋的真审会说 你现在你要取得 整个大巨蛋案最优 是因为造你这个package 那你申请人资格的远雄团队 已经变更了 你变更协力厂商这个理由之下 你已经丧失了最优的申请人资格 就要重来 可是在那个时候 马市长的重要的人士 也就是后来当过财政部长的李树德 李树德那时候财政局长 他说 哎呀 我跟你讲啊 我尊重委员会的决定 我不会因为没有通过新团队的资格 就重新开会 也不会介入两方的争议 结果就都还是继续做 那你可以看到远雄在画大巨蛋 跟商场这些建物的配置位置 就已经注定了 大巨蛋未来的营运之后 将成为一颗死蛋 这是柯市府幕僚讲的 说真的嘛 你今天是体育就体育 你今天是商场就商场 你体育旁边你看看 文化园区在这里 我不知道文化园区 到时候也是不是变成三场 这个是体育的这个大巨蛋 然后旁边这个商场 你看连的这么紧 下面应该有通道互流 我现在想的危险的是说 你疏散的时候怎么办 因为他是想 我在这里看演唱会 他不是想棒球赛啦 你别说啦 他都演唱会啦 演唱会出来以后 我人潮到哪里去 一定到商场 我就可以赚嘛 对不对 那但是现在你要想 出了事情以后 商场跟这个大巨蛋当中的人 加起来有六七万人七八万人吧 你到时候怎么办 你到时候怎么弄 你到时候要怎么疏散 我要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可以这样子搞吗 然后呢 这里就是刘培生 他也曾经讲过 他接受啊 2014年天下专访的时候 他讲过 他说啊 大巨蛋有四万座的这个席次 如果是举办演唱会 更是一次涌进七八万人 把商业空间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所有的人出来就是灌 灌进商业空间当中 但是一个问题是 当巨蛋被商业设计包围 那巨蛋就不再是巨蛋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你是到底要做shopping mall 还是你到底是要做一个运动中心 所以这个问题真的在这里 我们再来看到 这个以演唱会来讲 你看这个远球的商场 经济效益可观 可是你要出来的时候 紧急状况怎么办 你要从哪里讲 你人潮互相的践踏 你会不会出现所谓的 上海悲剧的翻版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讲的没有错 以前的设计是不对的 明知会死人 你的良心被狗咬了 讲的真的是没有错 而且良心被狗咬之外 我也想你的美感被狗咬了吗 不要说像卫生棉 我真的觉得整个蛋 好像是真坏的蛋糕 也有人说根本就是变马桶盖 原始的设计是这样子 然后呢 核准的设计是这样子 但是呢 2013年再给你变更 变成这样子 我想请问你 这个东西 这个椭圆形的东西 就是蛋吗 这不就是合成牌的马桶吗 我们家马桶就长这个样子啊 然后这个旁边两个出口 原本的出口现在不存在了 它这个东西像不像卫生棉 我觉得还挺像的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呢 在这里面 大家就说 那巨荡这样子变更之后 如果查出来 马英九前市长 会不会有事情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这里面真的又讲到 又是李树德 真的 所以你很多事情 你可以说 你不能无限上纲 但是今天如果说 名嘴讲出来这个有问题 我们也希望马总统 或者是回想一下 当年在市长的任内 为什么会让他把一颗蛋 你可以把他讲这个是鸽子蛋 什么蛋变成一个马桶盖 我真的不理解 它美在哪里 那你就不要叫大巨蛋 你就叫大马桶 马桶就是幸福的意思 不是吗 我们的幸福指数是马桶 原来是这样子 我们看看 如果这不是马桶盖 什么才是马桶盖呢 市议员就像购物专家 记者会上介绍威育商品 但来宾市府官员 却是面面相去 外界也才恍然大悟 原来北市府不仅在合约 各地赔款 连城市形象也不在乎 只是大巨蛋 为何能从原先的巨蛋造型 变成现在的椭圆马桶盖 总该有原因 因为要把那个光复南路的那一块 能够挤出一些商业空间出来 所以说巨蛋的蛋体 一定要往东移 那我们是觉得 这对于整个都市设计来讲 是违背了我们的一些基本原则 如果要从86亿 要跳到160几亿的话 我们的认知里面是 似乎是不太可能 原先参与大巨蛋工程设计 却中途退出的民建筑师刘培森 唯唯道出原因 原来为了商业考量 远雄宁可牺牲城市形象 让大巨蛋变成遗孝国具 这部分其实先前监察院 就查出不对劲 只是远雄不只改造型 就连民众的安全也罔顾 那个一发生推机一定会死人的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就是说要把人潮逃生的动线 去灌到这个所谓的地下室 即便大巨蛋再已约 只是随着一个个内幕被起礼 远雄陪上的已经不止道义汉诚信 也难怪让柯文哲怒斥 良心被狗吃了吗 这简直输员静宇台北报道 另外我们要来看到的 就是在今天 其实呢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但是年代晚报觉得 这从小看大 我们讲的是台中市的一件事情 台中市的一个民进党的议员 你说官说也好 你说施压也好 把这个派出所的这个所长 叫到他的议会当中 然后至少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 但是所长回到的时候就想起 他说老子不干了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今天我们下这个标题 也不算偏颇 他是林嘉隆的爱将 所谓的正二代呛井内幕 不是正二代啦 政治的正 少了一个po字旁 不要到时候说中文不及格 政治的正 正二代呛井内幕 怎么这样子讲 刚没有看到错字 早知就不要拿出来 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叫查是整个的 所谓的double parking 所谓的这个所谓摊贩 他们的车子违规的部分 有什么不对呢 你看在今天的苹果日报 头版写很大 他说老子不干了 原来我去抓并排 竟然照议员羞辱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个时间到底怎么回事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轴 他是在1月21号的时候 江兆国就这个议员 就请他说 你到我议会13楼来协商 那当然呢 他协商完以后 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是怒言相向还什么 所以呢 这个张所长就说 我不做可以吧 然后第二天的晚上 江兆国脸书就发文回呛说 警方是公权力的行使者 要肩负责任 不应该情绪不好 就喊不干 还把责任推给明代 然后呢 后来呢 他们就说打消辞役 他就说不辞了 但是我们来看看 最扯的是什么 最扯的就是今天 苹果日报见报之后 他们就握手言和 我所谓的扯是说 那个所长的脸上知难看的 但没有办法 现在这是什么 这是一场秀啊 这个秀是什么秀 你要帮林嘉隆cover啊 你要帮民进党cover 你要帮这个议员cover 他爸爸是在地好几任的议员 你不要想不清楚得罪了他 但是这是我们的民主价值吗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所长太夸张了呢 有没有呢 他有所谓的鸡毛当令箭吗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这是那个所谓的 很多摊贩的这个地方 市场这里 那你可以看到 他因为是带所长 他是1月28号才到任 为什么会时间写成这样子 应该是写错吧 去年12月少一个字 不要这样 我希望会死一堆 好没有关系 因为今天的讯息非常多 我想说未来世界 12月28号到1月22号 时间很短嘛 然后呢 他因为他就有民众举报 说有违规停车 他就去了 那违规停车的罚单啊 你看看他就开了295张 并排停车就开了86张 有人就说 比平常多三倍 所以那些摊贩受不了 那我先要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我们以前都是差不多先生 差不多小姐 就像柯文哲来到台北市之前 大家都说 你只要有特权 你只要有关系 你要往东走的 往西走也没有关系啦 可是那就是不对嘛 所以柯文哲为什么民调这么高 就是说 他觉得你法律规定怎样就怎样 你健保会费 该还给中央 就该还给中央 可是我们在这个事情当中 我们看到 蔡英文也走掉了 我们看到林佳龙也走掉了 也许 他们两位对我这样讲 会很不以为然 可是这是我们的感觉 而甚至我们同事当中 有民进党的支持者 觉得非常的失望 为什么失望呢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并排停车是违法的 那你人家开几张 人家也不可能多开 对不对 不是多开 比以前多开 这是认真嘛 没想到你还要叫他协商说 我们来解决一下 你想怎么解决一下 你要把他给戳掉吗 那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握手言和 很诡异 今天11点20分的时候握手言和 对不对 就剪了一个秀 然后他讲的就是说 我跟你讲 我没有那个 我没有呛你 对不对 我没有呛你 对不对 然后不到一个小时 12点15分的时候 来尊敏一点 台中市警局新闻稿发布 因勤务的需要 一才是所 调整81个人的职务 当中就包括了这个所长张世杰 把他调到东山派出所担任所长 我感觉你这样说得对 我告诉你 那个江议员 人家北京很凶的 他是爸爸在哪里 他爸爸可以说是以前的老议员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他的太太 是蔡英文的随护 在这里长得非常漂亮 张小姐是很漂亮 但是你可以看到蔡英文说 如果有不当就因道歉 明代本该就应该谨言慎行 江兆国应该跟警方沟通 而且向大众说明清楚 可是请问这是一个说明清楚吗 他讲说什么 他说整场对话前后不到十分钟 过程没有任何争吵提高音量 也没有罚站 没有官说罚单 在场另外有市府官员 跟民众在旁边可以作为证据 而且你相信吗 因为在旁边还有另外一个警方 那个警方的回答是说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讲什么 我在看电视 你想想看 这谁相信呢 所以在今天 这个代理所长就说 你现在 议员呛说贪商生意做不下去怎么办 问我怎么办解决 我没有办法回答 他就说你明天再来报告 真的可以这样子吗 东海政治系的副教授邱诗仪说 年纪轻轻不学好 什么年代了 还在选民服务器 可以跟官说话上等号 林佳龙的回答很奇怪 他说议员有咨询市政的权限 因此警察局长是政务官 议员有要求的时候 当然必须接受 但是你可以把他叫到你房间吗 我想请问你 你这个跟当时的 基隆市前市长有什么不一样 你叫到房间来骂他 有什么不一样 我要问的是 我们想问一下台中市 是不是请问一下林佳龙市长 以后我们在台中市 都可以double parking 你不能开我罚单 这是你要立的普世价值吗 我跟你说你在民进党 out out 我们的报导 我被全国误会成这样子 新科议员江兆国 和公益所代理所长张世杰 微笑握手上演大和解 江兆国很在意 不断要求张世杰澄清 没有做的事情是不是 没有所谓的罚战 也没有所谓的斥责 我就讲谢谢 张世杰面露微笑 但似乎越笑越僵 不想多谈当天的情况 快闪离开 张世杰是台中工艺派出所代理所长 到任后取缔向上市场违规停车 一个月开出三百多张罚单 比以往多出三倍 引来摊上不满 传出江兆国关切 两天前把张世杰叫到办公室 事后张世杰脸书po文抱怨 被议员羞辱 呛说不想做了 民众力挺警察依法行政 基层员警为张世杰打气 警局也出面安抚 张世杰事后低调表示 只是一时情绪发泄 而江兆国则否认官说施压 并没有要求他 好了我们来看到 在今天这个事情 只有当事人最为清楚 但是我觉得你再怎么样 你不可以把人家这个代所长 就在今天火速的调离 不是觉得非常的奇怪吗 好另外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更奇怪的 真的是国民党 还有执政党 或者是现在在市政府当中 大家看到台北市支援了云林 所以中央真的被打脸 打脸的是什么呢 打脸的就是在禽流感的部分 我看到这个报道 我就跟我们同事说 哇云林杀了这么多只额 30万只 但是大家更不知道的是 我们来负责这整个的 应该扑杀的 是不是就是农委会主委陈宝基 结果云林跟中央讲说 我需要1500件的防护衣 结果中央给他100件 你有没有听错 你是不是扫一个零 扫一个零也扫500件 结果我们今天特别要来讲一位 这位包括我以前的同事 王上志都发文了 说他真的是太赞了 他就是刚刚上台的 台北市卫生局长 黄世杰 黄世杰他是前台大云林分院的院长 所以也是医生出来 果真一样做事 嗡嗡嗡很快 他还没有跟柯文哲报告 立刻就在那边传那个衣服 传到最后呢 护目镜鞋套各5000件 防护衣4000件 就马上送到云林去 云林说我实在很感心 我要靠啊 我跟你说我要1500件 中央给我100件 你台北市就给我4000件 5000件 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他们才完成这个工作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其他人 我真的觉得真的荒谬 陈宝基呢 他是在礼拜三中场会的时候 跑去跟朱立伦报告 也不是说不能报告啦 报告一下是很好 因为他是党主席嘛 可是赖清德就说 你为什么党政不分啊 你为什么要去跟朱立伦报告啊 那我也觉得这个事情 大家就在讨论说 陈水扁时代早就有类似的案例啊 所以赖清德是双重标准 我跟你说 这口水都没重要 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家在处理这个问题啊 云林防疫所人力43人 军方故宫200人 一天杀12场3万只 农委会今天才派60个专业人员投入防疫 人家都杀完了 你来干嘛 而且我觉得最荒谬的是 要一千五给一百 就真的是太神啦 我想是这样啦 你们这样讲就觉得好像我们 我们救人还分蓝绿 这个不会啦 即便管制局嘛 自己估算哦 安全存量过的话 我们都会支援整个台湾各的县市 视讯会议里面都一再的 好来我们看到的就是在这里 讲视讯会议讲什么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陈宝基主委 可能只有说跑到人家这个财团的办公室 才会动作比较快啦 说也是这样子 怎么到现在他都还没有下乡去看一看 真的是在冷气房 暖气房里面看整个疫情 不过现在疫情的问题很严重 刚刚看到有H3N2 一个小女孩也不幸死亡 这会不会所谓的HN系列 会传到人的这个部分 另外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今天最新演变的就是 马英九为现今所缠身了 这里面所讲的 刚刚最新说要告了 说要告的就是说 他要告 当时没有告张友华 他要告的是谁 他要告的是段仪康 还有呢陈敏凤 陈敏凤讲出来的 所谓这个吃饭 所谓的两亿元的这个部分 可是他应该要再加码看到 张友华爆料的是说 钱格奎出面召集 吴清源只是人头 交钱在远气的B5 L型相对避开GPS追踪 两亿现金之后到位 那远你看远气 大概B4B5才能够停吗 是在这里 所以一般来讲法 他是讲这个状况 那甚至影射到是前 行政院长是刘兆玄吗 刘兆玄是人设的成员 那人设成员当中 有远东集团的徐旭东 所以是不是跟这里 又扯到了远气有所关联呢 康炳正说 这是张友华说的 说金普聪跟他有意见不合 康炳正说 每次募款回来 前进党部账目都没问题 选举要调动 该有个程序 金普聪说 选举经费应用要弹性 直接把钱进台湾加油赞 赢一票也是赢 为求胜选 其他再说 这个话对话是真的假的 是他们两个讲的 怎么会有人知道 张友华怎么知道 据说在现场那个时候 马英九是左右为难 好讲到这里 我们要跟大家来一个 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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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报告呢 就是呢 小单位年代晚报 收到了台北文创开发股份 用先公司的函 给我们 然后他这里面就是说 要注意哦 要不然的话 又要损及商誉 如果贵公司执意不予改正 本公司也不排除 采取法律途径 以保护自身的权益 那他在这里解释的是什么 我们跟大家来含造念 第一个 就是说 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讲到说 卖手机 开旅馆都是文创吗 虽然说柯文哲 你要注意一点 虽然说柯文哲也讲类似的话 但是他讲了 他有澄清 他说 一楼的大哥大数位生活馆 是附属事业 租金费用以 一瓶一千八百块来寄 没有享有折扣 第二个 有人讲说 假文创真途利 我说你是文创 你就是文创吗 这大家对文创的质疑 手机怎么算文创呢 他说 台北文创 景约守法 在文创的认定 一切都依经济部 文化部公告 跟台北市文化局规定 说实在 这是人家文化局规定 这真的不是富邦的问题 但是他这里有针对我讲说 他们可以送一亿 我就有讲说 如果赚一千亿 你给我一千亿 我如果是政府 我都不要你的一千亿 那那个是不是讲富邦 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如果我个人来当 一个政府的话 如果有人跟我说 他要做什么事情 但是他可以回归给我多少钱 我就怎样怎样 那我觉得还是要看语法 对不对 我不是讲富邦 所以我在这里跟你道歉 すみません 本当に本当にすみません 那我跟你讲这里 他就有讲说 这个部分 我们都符合政府的要求 如果你讲到封口费的话 这是有所谓的伤害 所以我们讲回来 我们没有讲封口费 我们不是讲封口费 不是讲封口费 但是呢 现在问题是 这是一个什么奇怪的合约 柯文哲讲什么 他说你要应付的不是我 是台湾的舆论 当然我们也是舆论之一 我今天就是来含照灯 来含照念 但是民众的看法是怎么样 那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好 广告之后回来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要看什么 我们接下来 要跟大家来看到的 独家内容 30亿的食安基金 顶兴也会了 顶兴也会了 我们要告诉大家 顶兴他拖了23年 怎么突然会了呢 怎么又说 这个是所谓的兄弟的私房账 然后又改口说 不是私房账 是所谓的子公司的钱呢 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到 好龙斌会不会真的 大家都唱衰他说 他也要去老李敦 告扣林 他这个远雄的公文 到底怎么来的 好 广告之后 我们有一连串的报道 欢迎回到年代表报的现场 我们来看到 在今天这个案子一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这个眼睛碎了一地 怎么陈水扁 不是已经出来保外就医了吗 结果陈敏勋的买官案 陈水扁又涉洗钱 遭到起诉 然后你再来看这个标题 回答的更是他说陈水扁辩称说 是我老婆干的 我不知道 简认定扁真是共犯 但这两位共犯 现在都住在高雄的豪宅当中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一点 我们要说 其实讲到陈水扁 陈水扁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蛮心酸 他说柯文哲是磕神 他是废人了 但是我们先不做这个评论 可是今天的确看到 很多人说为了柯文哲而疯狂 但是为柯文哲疯狂 蓝的有批评的 绿的有疯狂的 爱他的 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个民调 就知道 今天出来最新的民调 TBS跟中国时报 在今天都有民调 满意度将近七成 很高 你可以看到TBS的满意度 是68 不满意13 中国时报的施政满意度 是62 但是他在处理财团的这个部分 只有满意度稍微下降是57 但是如果以施政满意度来讲 都是62到68 那我们再看看好龙斌第二任的时候 满意度是62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是比好龙斌高 那么当然蔡英文有说 好龙斌社会住宅选后跳票 应该要公开道歉 他也认为说对财团来开刀 他认为柯文哲有广大的民意 作为他的一个后盾 那讲到这里 我们就说 真的是那一夜 我们一起在市政府 大家就说在市政府当中 那天的这个讲话 其实根本不是在吃饭 但是其实他们是在开会 但是真的食不下咽 只看一眼 鞠躬离开 柯文哲说 一个你等于十个夜市文 但是我们来看柯宇璐 你知道柯宇璐翻成英文 现在是很夯的这个题目 跟大家讲 他说你很嚣张 你以为台北市政府 是贵公司附设的吗 然后他财团就说 我真的要搬出台湾 这个是那个郭董 他说 I'm leaving Taiwan seriously 他说 我们呼吁台北市政府 48小时内公开 所有招标程序的相关文件 这样怎么讲 他讲 We urge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to make public all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building procedure waiting 48 hours hohoho 就这样子 我都很surprise 我可以念得很顺 我可以来当这个戏剧 但是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 是说 选民服务跟施压 你怎么分辨 刚刚我们看到了 台中的这个例子 但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讲柯文哲 柯文哲这一点 我不知道我是得了柯文哲病 还是柯文哲这 我觉得他今天做的一切事情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让选民失望 是说 柯文哲今天讲了一件事 他提出来很棒 可是下面的人都不敢讲话 他说 台北市议员 对选民的服务案件 一律要登录 结果说 我们真的讲说 哇 这真的是太棒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看的 你的嘴点都录 你敢不敢呢 今天我们看到副市长 他就讲很委婉 他说我们是不是全数公开 还要再研议 那我们就说 副市长你怕什么呢 那我们要问议员们 你们敢不敢呢 你们敢不敢把所有 你要官说的 你要这个所谓的 合法的选民服务 全部都登录 你敢不敢呢 还是你觉得很多事情都用 桥好了就可以呢 今天我们刚刚讲说 桥家大院 评论说 科市府不是桥家大院 你要桥东西 不用来这里抢 所以我们就讲说 公布啦公布啦 全部都公布啦 不要说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高雄市 还有呢 委员们 立法委员全部给他上网啦 你敢不敢 到时候所有要谈事情 的人都到官署当中来谈 这样子比较公开透明 所以我们来看到呢 在这里苹果的这个结论 倒是写的对 他写什么 希望科市的行政模式 能够扩及全国 好 讲到这个 我们就来看看 今天 定星也刷到啊 我跟你说定星哦 本来都不还钱哦 现在还了 因为他发现了什么 他发现现在 柯文哲这样子搞 政府中央 谁还敢护定星啊 我们的报道 好 你来看看 他怎么样还钱的部分 定星即还65亿的追内幕 是怕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 他是在这个昨天 假扣押提出 一亿钱的最后一天 他呢 11月22号终于还钱 第一次会新台币 他因为升值短少 第二次会又补足嘛 银行团撤销整个假扣押 但是他昨天有发新闻稿 澄清哦 大家都说是他们的私房钱 他下午新闻稿说 相关资金出自集团 卫士兄弟不是来自任何事业体 对不对 结果他又更正 傍晚说 敬致各位不好意思啊 再次集团高层确认 这65亿元是来自集团 海外子公司的筹措 讯息上的落差 造成大家报道 写稿不变 至上歉意 哇 顶心的这个发言人 可能会被K了 但不是如何 他另外这个进账 刚刚最新的 30亿的食安基金 也进来了 这真的是太阳打西边 出来了呢 本来不是都不进来的吗 就进来了 所以呢 现在他还了65亿之后 大家看看他还有别的钱 也许他这样子还 灭顶终止他的连带 卖土地换现金吗 65亿到期他不甩 银行团假扣押 假扣押提议时间截止 40亿贷款到期 56贷款到期 他都不甩 他现在这个部分呢 他是从这里开始说 好了好了 我先还你65亿 以后慢慢的 就可以后续的还吗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主要的转折的原因是什么 转折的原因啊 可能就是所谓的 一个个门神曝光 他真的是吓到了 而且现在昨天 金周刊又爆出来说 地下五楼拿两亿的 这个事情 他心里在想说 我是不是也有地下五楼 我不知道啊 所以他心里是不是在 他就想说赶快还钱 而且另一方面 好像马跟罗志强之间 是不是有决裂的 这么一个动作 但是呢 如果再不还钱 会影响到101的 股权出售吗 因为大马IOI已经呢 把这个案子送出来了 送出来之后呢 投审会呢 会要求来补足之后 就要来进行状况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 是不是要救魏映冲 魏映冲在牢里 是不是要救他出来 过年的时候可以回家呢 这都是今天我们在讲的 当然呢 你可以看到今天事件的发展 我们很多人就说 到底是为什么 可是我这里 还是要告诉大家 预告一下 大会报告 今年的韩世宴 还缺1000万 这些有钱人士 你要拿几亿 给这个政治人物 你稍微出一点点小东西 1000万 这些韩世们 就可以有尾牙可以吃 我们来看看 郑重的来跟大家致歉 我要向社会大众 政府 股东 员工 还有集团 我们来看到的是魏映冲 在一月份的时候的这个部分 但是呢 他到时候呢 能不能够出来 这会是一个问题 那另一方面 我们讲到出来进去 大家就说 怎么搞的 郝龙斌是怎么回事 郝龙斌 他这个文一直被咬住说 是远熊的 这个正本的文件 第一版紧急删除 第二版呢 照灯 后来呢 昨天他有声明 郝龙斌说小编 他也有小编 小编说 是这个东西啊 远熊提供 他今年一月的体育局发给远熊 合乎球赛标准的这个内容 他日公文早就公开媒体揭露 所以他不是机密啊 但是很多人说 你不是机密 你干嘛把他吓掉呢 对不对 然后你看看 这个赵腾熊跟柯文哲会面之后 十分钟走人这个事情 有人说看起来是柯文哲赢了 但是有人注意说 小心哦 不一定哦 你这里面 这个有连带案 大巨蛋 有在赵峰主办的银行连带案 有65%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要柯文哲来帮他疏通 而且呢 现在钱的问题之外 柯文哲是不是在今年底真的要帮远熊 把大巨蛋给盖好 好 有更多的新闻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来 我们看到的就是呢 这个柯文哲说 以后就跟郭首正来谈好 郭首正昨天谈了50分钟 谈什么呢 我们的内幕了解是 他说没有承诺六月底完工 他要回去回报总部 是不是他的爸爸 我不知道 但是呢 对于他也这个市政府说 你还是要要求公布相关的投标资料啊 但是台北市财政局长苏建荣说 我不宜对外公开 也不能说解密就解幕 一切是由廉政会成立之后来进行处理 好 广告之后 请回到现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